倒霉妹子裤子都没来得及穿 就被屠夫连砍60多刀 妹子当场隐喷稀疼 屠夫丈夫见状也吓坏了 自己只不过是看了美女两眼 这母老虎竟然这么狠 但是已至此她也不敢多说什么 生怕妻子发现她在路上劫持另一个美女 还一激动就把那美女的嘴唇了 要是让这母老虎知道 指不定把自己怎么办呢 随后男人乖乖回去处理妹子的同伴 被盗吊着的大衫看着同伴被扒皮抽筋 自知不反抗只有意思 于是趁屠夫过来时 猛的一招猴子偷了 让屠夫措手不及 他趁机捡起匕首 挣脱束缚 开始跟屠夫搏斗 可没想到屠夫只是长相看着厉害 并没有大衫能抗 很快屠夫被大衫打倒 可让大衫没想到的是 屠夫近趁他不注意准备用猎枪偷袭 但幸好大衫反应够快 一把夺过枪直接锁 不知情的同伴发现烤肉 两人还以为这些没人要了 直接把烤肉带回营地 跟其他同伴一起享用 可就在他们大口吃肉时 突然金发妹一身狼狈逃回来 他满脸惊恐地告诉同伴 这片树林里藏着一群变态屠夫 劝同伴赶紧逃命 可卷毛却以为金发妹在恶作剧 还跟他炫耀自己刚刚捡来的烤肉 可当金发妹看到烤肉后 意外发现烤肉上竟然有闺蜜的同款纹身 这时众人才意识到危险 他们吓得落荒而逃 可还没跑多远 就遇到了屠夫 为躲避屠夫的追杀 众人全都走散 可刚打开车门 就被屠夫偷袭 金发妹也被屠夫绑了起来 与此同时大山也找到了这里 看到同伴被绑 他故意制造动静引开屠夫 帮同伴松绑 可就在他准备给小黑松绑时 突然 屠夫连射两件直接送到了大山 意识到被耍的屠夫 抓住小黑就准备把他扔进绞肉机 危机关头 幸好金发妹及时出现救下小黑 最后在两人的权力配合下 屠夫被丢进绞肉机 彻底失去了再次作恶的机会